悟空和天使巴朵斯在蛮忙夜色的掩护下训练了一整晚 悟空的身体被掏空 终于把维斯留在他体内的神之力开发出30% 为了开发出更多的神之力 悟空和巴朵斯去了七宇宙的纳美克星球和地球 却发现此时的地球被达列斯和史拉格搞得乌烟瘴气一塌糊涂 为了训练悟空 巴朵斯让悟空变身超蓝叠加100倍剑王拳 并用自己的神之力把悟空这个形态的增强效果全部取消 只留下负面效果 悟空常态实力下还要顶着超蓝和100倍剑王拳的压力对抗达列斯 悟空跟达列斯在空中展开激斗 天空中不断响起拳脚撞击的声音 因为他们的速度太快 现场除了巴朵斯没有人能看清他们的动作 而达列斯更是憋屈 他已经使出全部力量了 而且悟空还有诸多限制 可自己还是被对方戏耍 他怒吼出声 你这个家伙拿出你的真本事来 悟空嘴角凛然一笑 下一刻 一股巨大的力量便撞击在达列斯身上 达列斯清楚地听到自己滚高开裂的声音 他的身形如同炮弹般飞了出去 在地面砸出一个深坑 达列斯挣扎着从地面上爬起 他疯狂地呐喊着 他可是达列斯 未来的宇宙皇帝 他怎么可能在这里输掉 随即他的目光瞄准到头顶的精神树果实 他身形一闪 就摘下一颗精神树果实 他现在只想提升自己的力量 然后杀死悟空 悟空看到达列斯的行为 当即嘶吼起来 他身上的气息也顿时沸腾起来 这部气息让在场的其他战士都产生了一股莫名的威压 就连巴朵斯对悟空的封禁 也在悟空的这股冲击下晃动不已 这样整口吞噬精神树果实的达列斯 也感觉到了悟空身上不同的气息 悟空对着达列斯吼道 你给我放下 那是属于地球的 达列斯一咬牙 直接将精神树果实一口吞了下去 刚要下肚 他就感觉身体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他的力量比之前暴增了无数倍 但就在这时 达列斯发现悟空对着精神树举起了手 此时的悟空并没有使用特别的招数 这事情击出一颗能量弹 对着精神树发射出去 这颗能量弹钻入精神树之后不久 一道出天的光柱从树干底下冒出 光柱一路穿破树干 将达列斯一并吞没 达列斯在光柱中绝望地喊着 他不甘心 他要成为仨人之王 他要同龄宇宙 轰隆巨想中 地面也剧烈地震动起来 一道毁天灭地的气息 以精神树为中心向着四周扩散绽放 带着多么的白光 笼罩到以精神树为中心的半个地球 片刻之后 爆炸消失 精神树已经被毁灭 可地球却没有恢复 悟空很惊讶 他明明记得 只要毁灭精神树 就能释放被他吸收的星球元气 巴多斯告诉悟空 这颗精神树已经完全成熟了 即便是消灭了它也无济于事 而且 那些果实也浪费了 精神树果实对悟空开发体力的神之力 非常有好处 听到这话 悟空义正言辞地告诉巴多斯 无论何时何地 他都不会用这种方式来提升实力的 巴多斯表示明白 微微一笑也不再说什么 而在地球的一个角落里 史拉格正在消化精神树果实的力量 当初 达列斯向他介绍精神树的功效时 他还不太相信 如今 仅仅吃了几个 他就感觉 体力的每一个细胞仿佛都获得新生 如果 他能把地球上所有的精神树果实吃掉 他相信 自己在这个宇宙就无人能敌了 就在史拉格准备继续服用精神树果实的时候 他的手下匆忙向他报告 达列斯被人杀死了 史拉格暗暗骂了声废物 问对方是谁 但得知 对方也是塞亚人 而且只用了一招就灭了达列斯的时候 史拉格的部下倒抽头口凉气 达列斯的实力在他们当中 紧弱于史拉格 对方竟能一招消灭他 让对方的实力不容小觑 史拉格听了 冷冷地抬起头 扫拭过一圈 众人顿时浑身颤抖起来 史拉格冷成说道 区区一个塞亚人 就把你们吓成这样 就算是超级塞亚人 我也不拒 达列斯那种废物 被人灭掉是早晚的事 说着 史拉格带着众人 迈着坚定的步伐朝外面走去 史拉格刚走出飞船 就见到悟空几人 他有些意外 因为悟空已经靠近他的飞船 而他居然1.7星都没有察觉到 可他身为老大 不能在这个时候认怂 史拉格目光微宁 打量着悟空 又一个自大的塞亚人 你以为你打败了达列斯 就天下无敌了吗 史拉格说着 世上的杀意慢慢浮现 另外 你们的王子 如今也只是我手下一名小卒 而你们的老板弗里萨 也被我打败了 以我现在的力量 杀掉弗里萨 就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 实际上的赶紧滚开 我饶你不死 可悟空只是面容颜色定的史拉格 也不行动 也不吭声 史拉格怒吼一声 全身的气息瞬间爆发 阴冷黑暗的气息 让地球战士们都愣在原地 这不气息好可怕 达里斯根本无法与之相比 他们的额头渐渐伸出冷汗 史拉格身上不但散发出恐怖的气息 他看着眼前一动不动的悟空 以为他被吓傻了 就在这时 史拉格忽然看到 悟空嘴角微微一笑 你的实力不错 现在让你看看我的力量吧 史拉格一愣 但下一刻 他看到 悟空爆喝一声 汹涌不派的能量 从悟空身上疯狂涌出 这一次 轮到史拉格吓坏了 巴诺斯本来还想限制一下悟空的实力 可史拉格刚刚的爆发 使他放下了这个念头 对手太弱了 没有挑战的空间 毁灭吧 史拉格这边 他们一行人瞪大眼珠 整个人都陷入了呆滞的状态 史拉格颤颤颤颤颤的开口问悟空 他这股力量到底是怎么回事 悟空淡淡地回答道 我记得你是超级纳米克人 不好意思 我这是超级塞亚人 超级塞亚人对面超级纳米克人 很公平 悟空话还没说完 史拉格深情移动偷袭悟空 一拳狠狠地打在悟空身上 紧接着 史拉格对着悟空疯狂输出 他的拳头 狂风暴雨般轰在悟空身上 发出沉闷的声响 同时 史拉格的拳速越来越快 每次碰撞 都引发地球的一阵晃动 地球站是这边 他们看到 悟空被史拉格压制 脸色僵硬 他们本来以为 地球遇到救星了 就在这时 一直挨打的悟空 终于挥出了第一拳 吐石无怀的一拳 直接砸在史拉格脸上 一下子 把史拉格砸入地下 顿时砸碎一片大地 当起阵阵烟雾 悟空立在空中 模样地摇着头 对不起啊史拉格 你的拳头太弱了 把我都打困了 我实在没忍住 地面上 史拉格的骨骼全部碎裂 却又很快恢复原状 可他依旧感受到剧烈的疼痛 突然 大体开始剧烈震动 恐怖的气息再度爆发 史拉格的气息再次提升了 地球战士惊呼起来 这怎么可能 这个史拉格到底是什么怪物呀 他的力量还能提升 真的众人错愕之际 多惊讶地看向悟空 他告诉悟空 史拉格的力量提升了至少十倍 不知道地球能不能承受他们的战斗呢 听到地球 悟空收敛起的笑容 如果是平常 还可以跟史拉格斗玩一会儿 可想到 是史拉格把地球变成这样 怒火再度从悟空心中燃起 史拉格盯着悟空 疯狂地笑了起来 怎么样塞亚人 感受到我体内无权的力量了吗 准备受死吧 他把全身的力量汇聚在拳头上 一拳打下悟空的脑袋 可是他这一拳 却被悟空单手拦下 史拉格再度用力 却无法将拳头前进半分 还终于害怕了 眼中充满了惊恐和难以置信 他想逃跑 悟空猛然发力 将史拉格巨大的身躯拉向自己 然后朝着史拉格胸口直直冲去 痛苦的嚎叫声从史拉格嘴里发出 悟空的拳头 直接动穿他的身体 轰隆一声 史拉格巨大的身体倒在地上 也发一阵颤动 史拉格身躯快速复原 可强烈的痛苦 让他有一种生不如死的感觉 悟空冷漠地看着史拉格 你永远不会知道 这个宇宙中能够超越你的人 太多太多了 说着 悟空手中聚起一发能量弹 对着史拉格发出 在这股能量的冲击下 史拉格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被分解 然后化为虚无 做完这一切后 悟空向地球战士告别 他让大家别灰心 他会去寻找超级龙珠 帮地球恢复原状 在路上 巴朵斯递给悟空一些食物 他知道 悟空肯定饿了 这是他特地从地球上搜起来的 悟空高气的一口吞下 就在他吞下的瞬间 一股暖流从悟空的胃部发出 流转悟空整个身体 悟空感觉 有一股特殊的力量 让他的身体和细胞变得活跃起来 悟空端是兴奋起来 他问巴朵斯给他吃了什么东西 好神奇啊 他还想吃 巴朵斯就拿出一些来 悟空立马大块短移起来 之后 巴朵斯告诉悟空 他吃的这些就是精神术果实 悟空一愣 还干要生气 巴朵斯告诉悟空 这些果实 是他从史拉格的飞船里搜索来的 就算他不吃 这里面的精气也回不到地球身上了 悟空听到这话 还稍稍平静了些 不过 他有些纳闷 这些精神术果实 好像也没有提升多少战斗力 怎么达列斯他们 这么热衷于这个果实呢 巴朵斯告诉悟空 那是因为史拉格他们太弱了 精神术果实 本来也不是用来提升战斗力的 只是神诞生初期 用来增养体内的神之力的 身边有强化身体的作用 对于悟空来说 这些果实 可以帮助他稳定体内的神之力 更能帮助他控制自己的情绪 帮助他更快地领悟 更高级的自在记忆 悟空跟着巴朵斯 在宇宙里搜集超级龙珠 却不断地见到有星球被毁 原来是弗里萨在被史拉格打败之后 他回家拉上自己的父亲 库尔德和大哥古拉 来帮他报仇 顺便扩张地盘 召集新的手下 他们分散出去 在宇宙中寻找史拉格的踪迹 短短几天 就有上百个星球被毁灭了 不过都一样 反正悟空这次打算 把他们全部铲除掉 库尔德一见到悟空出现 立马发动了攻击 只是他的攻击 被悟空用一个手指就接了下来 库尔德惊压着张大的嘴巴 但他知道 悟空是来消灭他的后 他立马留出和尚的笑容 开始用力拉拢悟空 他劝说悟空 不如跟他结拜为兄弟 共同享受宇宙 巴朵斯听完就笑了出来 他告诉悟空 如果悟空跟库尔德结拜 那么他就是弗里萨的大爷了 库尔德这么热情的邀请 反而给悟空整得不会了 这个库尔德怎么像个好人呢 巴朵斯将当初库尔德 面对贪婪特斯时的景象 播放给悟空看了 悟空才明白 库尔德为了保命 什么都做得出来 他就是一个奸诈的厚颜无耻之徒 连见于此 库尔德神情顿时变得冰冷起来 在刚刚拉拢悟空的时候 他已经暗中做好的准备 听到悟空一定要杀了他时 还当即像弗里萨一样 开启变身 悟空没想到 库尔德也会变身 悟空放下聚集能量的右手 静静地等待着库尔德变身 巴朵斯忍不住摇头 悟空大人又要开始让了 那么 库尔德的变身 能够给悟空带来一些压力吗 悟空又能从弗里萨这里得到什么呢 转转转转 下期更精彩